欢迎大家收看《时代墨博》讲座 最近新闻,末世时钟又拨快多10秒 距离止夜还剩90秒 究竟这个举动带给我们世人有什么警告呢? 过去几天,我们的总干事蔡春熙博士 整合了很多资料有关最新的时局发展 他将会带领我们从省医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 相信大家都很有兴趣关于圣经末世的预言 在这个讲道之后,我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资源 带领我们更加去学习圣经有关末世的教导 研读、启示录等等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 《末世时钟再拨快10秒》 从危机专家警告,看圣经末世预言 我们有请蔡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们好 又是来到我们的《时代密博》讲座了 今次第四讲,题目就是说 《末日时钟再拨快10秒》 我们会从危机专家的警告 和去看一看圣经末世的预言 这件事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呢? 原来是今年2023年1月24日 一帮危机专家提出了警告 他们所用的方法就是以往都是一样 用一个叫做《末日时钟》 这个《末日时钟》是怎么的呢? 那个《来龙去墨》又是怎么的呢? 在这件事你会和大家交代一下 首先,设立那个目的 原来《末日时钟》不是真是一个的时钟 乃是一个虚构的钟面 由美国芝加哥大学一帮科学家 他们所编写的原子科学家的公布 这个设立在194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而且每年来到1月的时候就会进行一次的评估 标示着世界毁灭的距离 即是说来到这个午夜临时的时候 象征了世界末日的来临 直接这样去提醒各界人士要正视一些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那真的是世界末日就来的了 历史里面看回这件事的时候 原来自从1947年的时候设立 当时标示着离开子夜仍是有七分钟 不过在历史当中,他们曾经调教过有25次 调教25次当中最接近子夜的 所以来到1991年有成17分钟 挺好的 但是最接近那一次只有90秒 不是分钟,是秒数 这个就是今年2023年1月发生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开这个讲座 直接这样去看一看危机专家 所顾及到的 和圣经语言所说到两者的比较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最远那一次 很好的一次 就是发生在1991年 本来美国和苏联 两个超级的强国 也可以说是两个核武最强劲的对手 竟然在1991年的时候 肯去签注削减战略性武器的条约 当他们一签的时候 世界就说和平 当时就拨慢了七分钟 所以离开子夜有成17分钟 可以说在设立时钟之后 离开子夜就最远的过一次了 到底这个时钟设立了之后 有没有曾经反映得不对的资料呢? 有 来到1962年 如果你已经出生的时候 记不记得那时候 有一个叫古巴飞弹的危机 当时面临我真的会爆发核弹的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 你也不显示一下 提醒一下 当时委员会完全没有任何 拨快拨慢的举动 如果现在是2023年 拨得那么近 拨那么近之前的是什么时候呢? 说回三年之前 就是2020年 当时因为有一次的核失误的时候 引发全世界一个恐慌 因为气候突然之间 就剧变 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当时全世界 差不多每个国家 每个人 都受着一种 会不会世界末日的大威胁 当时离开了这个子夜 有成100秒 当时就拨前了有20秒 如果今次 拨前了20秒之后 再拨前10秒 即是说本来拨前了 变了100秒 现在变了90秒 所以进一步 打破了三年之前 最接近此夜的记录 为什么今次又会作出一个 这么严峻的提示 原来包括了两个大原因 第一个跟去年有关 去年2022年 全世界都知道 爆发了俄乌大战 但是俄乌大战正在打 但是现在就有机会在一周年的时候 会升级 除此之外 还是因为极端的气候 带来了可能有大灾难 和世界问题的危机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些危机专家又要作出提醒 环保的需要继续做多些 天气的要留意 如果有剧变的话 那个温差会多快 那要让大家知道 原来这些都是有危机的 除此之外 其他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 就包括了2019年 终止的那一个 中程核飞弹的条约 就是说 那个条约没有了 再加上 美国再没有延长 那个在2010年 新战略性武器 财减条约的效期 就没有再延长 换言之 这个就让美国 中国 俄罗斯 都慢入了一个新的核武竞赛的时候 还有呢 伊朗又不执事 又增加 那个有 浓缩的那种 举草 而北韩 又有动作 他们又有 这个导弹 又再一次 又再一次 试射 所以 这些 都会增加 核武核弹爆炸的危机 再加上 动物疾病 有大来行 还有 实验室 又会外涉一些病源 等等的这些因素 就构成了 今天 我们看见 为什么要将这个 每日时钟 调前多那么多呢 所以 当看见这些一切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不要说 看不看圣经 末世预言 即是有些危机出现在圣经的当中 其实 在今时今日 我们只需要看一班科学家给我们的报告书 听一听 新闻报告 都知道 这个世界末日 不是说 距离很远 不关我们的事 所以 现在说 哎呀 现在这个俄乌大战会升级 会怎样的 现在去到什么情况 迟些又会怎样的 不如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 为什么现在这些危机专家 会相信 俄乌大战可能会升级 以至他们将指数调校前向呢 原来先说回最近发生的事 在今年1月11日 美国 将会训练那些乌克兰的兵 要操作那些 爱国者导弹的系统 这些爱国者导弹的系统 就是当一有一些导弹射过来的时候 你们都懂得怎样去应对 即是说 怎样将它们的飞弹毁 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呢 那当然是他们预料 将会有更严峻的战争会发生 那是真的 因为原来在今年1月12日 美国的卫星 就会发现到俄国黑海艦队 可以说全员出动 之前我们听见有些新闻 又说乌克兰 又找些无人机 无人艇 去炸他们的黑海艦队 后来报告说炸少少而已 之后它现在全部出动 全部出动的意思 就是说要报告 怎样去继续将现在有的战争 要升级 那这些舰队就有补给 有航空母舰的话 就将飞机随时在不同的地方起飞 还有可能就有潜艇 可以随时在不同的地方发射飞弹 这些都是引致科学家预料到 这样的情况真的会打仗升级 那会不会 真的会 来到1月23日 即是说这个时钟再拨前多10秒之前 普京最后通牒是由他们的国家 新闻主篇核实 所以当这个新闻主篇是代表国家宣布的时候 就不同普通人在网上 就随便说一些东西 可能都不知道真是假 他们就说得很实 一定是会有一个大的战争 将会爆发 for sure 而且还说在冬天过后 春天来临的时候 就会发生了 他说得这么正 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冬天 调兵险将很困难 那些兵要在雪地里面 要向前走 或者要在那些树长时期 冬天 而且可能对于那些武器会失灵 所以当他这样宣布的时候 周围的情境就开始紧张了 而且如果我们看见 跟俄罗斯或者乌克兰有关系的一些 他们的大使馆 可能是会有所行动 或者是有所撤离的话 这些都是一个大战将会来临的指标 原来俄罗斯就跟爱沙尼亚 就互逐大使 你又不让我那个在 他又不让你那个在 这些都是留意着 战争会爆发之前的先兆 你说看回现在的情境 来到1月31日 即是说这个时钟拨了之后 那又怎样呢 世界各地 欧洲各国 有成50个欧洲国家 联合开会 就要支持乌克兰 为什么呢 即是你不支持他 他是这样打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并且很多个国家都提供 我们给坦克 给军备 给什么物资支持 有成50个国家 全部在乌克兰的背后 这个情境表示是什么呢 我们只是站在支援乌克兰的前线 不过我们没有去打仗 我们是避免北约和俄罗斯直接开战 因为如果真的北约参与的话 俄罗斯就有理由 你这样参战 我不够打 我就按这些核武了 是不是 再加上来到1月31日 美国就宣布说 我们要支援乌克兰 不过就不够时间 给最精密盔甲的坦克 先给这些顶着 并且在31日他就说 虽然我们不给坦克 但是我们又不提供F16战机 其实这样说法 即是说他们声称 现在比也不算太直 相信有帮助乌克兰 能够在未来春天的时候抗俄 所以他都将春天说了出来 似乎这些政治界里面 他们有打龙通 可能俄罗斯又有说 可能乌克兰又知道 可能美国又知道 什么时候打和会打 不过呢 美国在这里也说明 俄罗斯 我是在帮乌克兰 但是我不是给他最好的 所以如果给他最好 我参与很多 其实现在不是参与很多 我相信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这些是政治家 经常使用的方法 来到1月26日和30日 德国就抛弃了在二战的时候 对俄罗斯的责任 因为你知道 在二战的时候 德国就是战败国 而且俄国又有很多人 是因为他们的缘故死亡 所以在二战之后 他们是和俄罗斯 是达成某一种的关系 但是现在这种关系 就好像要破裂了 不过我相信 破裂同时 德国是老早 应该和俄罗斯说过 然后才公开向其他人说 我一起参与 并且他也提供 我要将炮与坦克 给乌克兰 开头又不肯 后来美国肯 他又肯了 不过当这样肯发的时候 当时俄罗斯老早提醒他 德国如果你真的帮乌克兰的话 那个冲突是会升级的 升级到什么情况呢 他又很含糊了 新的层面 那层面多深呢 去到哪个位呢 他又没有说 其实他原本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是好的 来到2月2日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他预料 俄罗斯在经过 侵略了乌克兰一年 一周年纪念 他会再来打的 一定会升级的 不过最快 他预料 2月24日 就会发动大个攻势 那会不会 来一个措手不及早些呢 或者会迟些呢 总不知大概是那时候 这是他当时这样说 所以他就说 如果这次真的再来的话 那那个兵力 将会达到有50万大军 即是指俄国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场战争一定是很严峻的了 所以我们说 当支援乌克兰的军备之后 那乌克兰都没有办法 撑住来迎战俄罗斯 那结果将会怎样呢 你说将会怎样呢 将会就是 北约联盟 可能不想直接参与 都可能需要直接参与 不过呢 不过呢 在北约的成员国的里面呢 就不是全部呢 都会同意 并且呢 不是各个的国家呢 都已经准备好 所以呢 到时会是怎样呢 真是没办法晓得的 不过在这个时候呢 要说回之前 一路发展下来 到今天的一件事呢 就是有关呢 就在5月18日 即是去年的了 当时呢 有两个永久中立国 就改变立场 这两个的永久中立国呢 就本来200年呢 都没有参与在 这一个这样的联盟当中 那这两个呢 就是芬兰呢 和这个瑞典 竟然在5月18日呢 申请呢 加入这个的北约 俄罗斯呢 就是这里 那芬兰呢 在它旁边而已 远少少呢 就是瑞典了 所以呢 俄罗斯呢 和北约的国家 如果呢 因为芬兰 甚至和瑞典 一起加盟在北约之后呢 那这个陆地的边界的长度呢 呢 就增加了呢 有一倍呢 那所以呢 这个一倍呢 就构成了呢 对俄罗斯一个大的威胁了 那 除此之外呢 波罗的海呢 就因为芬兰和瑞典加盟之后呢 呢 竟然就成为了呢 这个北约的内海 那所以到时呢 就这个全部都是北约 那这个呢 波罗的海呢 就在他们的里头了 那而俄罗斯本来 在那个波罗的海的部分 变得叮叮 所以呢 这个波罗的海的地区 和在上面北极的对地区呢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重重呢 就被北约的国家呢 包围着 俄罗斯波罗的海那些的艦队呢 就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被困在波罗的海那些地方 就是要出去呢 一点都不会容易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说 7月5日呢 当他们呢 就真的和北约会面 我指呢 就是芬兰和瑞典那些的国家的代表 那当他们会面了之后呢 那这个进程呢 就继续了 一会面了之后呢 那当时北约30个成员国 那如果全部都一起接纳了的话呢 那就是说他们两个就正式可以加入了 那由那天 有部分即时表态支持接纳 那之后呢 一直到9月27日呢 就有第28个国家 就是接纳了他们之后呢 那加上呢 就剩下两个还没有接纳 那所以由9月一直到现在 就是有成几个月的时间 那土耳其呢 那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呢 至今呢 仍然在考虑当中 那你说 那这个说出来有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那这两个呢 还未成为北约正式的会员国的 那如果一旦成为了北约的正式会员国的话呢 那俄罗斯受那一个的威胁呢 就更大了 那在那种情况下 如果他要突围呢 就更加困难了 那所以如果他 是要促成这个战争叫升级 而这么多个国家呢 又一起支援乌克兰 就加上瑞典 和这个芬兰又加入了这个北约的话呢 那这样的情况下 会不会因此构成另外一次的世界大战呢 那这个呢 就是勃快时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如果你说 哇 世界大战真的会爆发的话 那会不会又会导致这个核子大战呢 那当上一次呢 我讲这个的 时代密博讲座第三讲的时候 那当时呢 我都跟大家分享过呢 普林斯顿大学 他们的研究报告 如果可真是俄国和这个北约一起可 在这一次的大战再接触下去的时候 是会构成了有核子大战的话呢 几个小时而已 就会有九千万的人生命涂毯 那所以呢 可能这场战争 因为一些的仇恨 一些国家的主义 因为地缘政治的缘故 而爆发的话呢 哇 这样 真是会生命涂毯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下 谁会上升呢 那你说 那个普京会不会上升呢 那其实普京呢 当他选为 这个俄国的元首的时候呢 他是以一个国家英雄 因为当时俄国经济不好嘛 他又将很多 他赚取的金钱 或者投资等等 全部欠他给国家 哇 这样的情况下 国家的收益经济 这样的情况改善了 个个都喜欢他 但是如果 因为现在爆发是指大战 或者这个战争 令到更多俄国人 或者世界的人 受死伤的话呢 那这个普京就成为了千古的罪人了 所以如果你问我 会不会这场战争 会爆发到非常严峻的情况呢 那这个没有办法 现在可以肯定告诉你 更加没有办法 告诉你 会不会真的会禁电制错误 或者有人为 或者有失误的情景 会导致核子大战呢 这个到这一刻为止 我都没有办法能够作一个很肯定的评估 不过对于末日时钟 他们所说 和我们所信的这本的圣经 在其中讲到一些的末世预言的话 我就可以和大家分析多些了 那如果将末世时钟放在一边 圣经预言在另外一边 两者比较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首先说 这个末日时钟 会时高时低的 也就是说 有时 那个情景没有那么严峻了 退后一点 又严峻多一点 再退前一点 什么时候最严重 什么时候最不严重 一个图表 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那你说 圣经预言不是这样的吗 圣经预言就不是这样的 圣经预言只有一个方向 越来越近的 就是说什么 就是越来越近世界末日 又不会说近近的 又没有那么近 不会的 只是一个方向 更加上 这个末日时钟 曾经也有很多专家都评估 你们那些所谓科学家 危机专家 那一次曾经有失误 那次古巴那次 所以 不是完全没有失误 圣经预言有没有预测错误 它不是预测的 因为出自神的启示 所以是从无失误的 你最多说 还未应验 但你不会说 他预言搞错了 不会的 那末日时钟 就来自一帮科学家的评估 根据一些数据 和当时的势局 而作出这样的说法 但是圣经的预言 启示者就是那位永恒主 永恒主 即是说 独一无二的真神 那一位 就过去 现在将来 对他来说 都是现在 因为没有过去的 所以这位永恒主 他所预言出来 放在圣经 那这些 就跟世界上的科学家评估 是不同的 人的看法 有时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 这一个 是用的方法 就是用时钟 秒针 分针 甚至时针 来表达 但是圣经的预言 原来 记载在圣经 多段的经文 他是不是出自一段 你只能解释这段 他不是的 很多段 新药也有 旧药也有 其中比较上 最重要的是 如果是新药的话 耶稣基督在地上亲口说的 就是这个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里面记载有五个时段的预兆 我曾经说过很多次度 都是用这个 马太二十四章 我所用 开始的方法 做引言 都是用一个时钟 就是用 刚才说过 世界末日的时钟 来到比较圣经里面的预言 到底哪样东西 更加给我们体会到 准确一点 所以我们就会引用这段经文 来到二十四章三节 当时耶稣基督就 坐在橄榄山上门壳 暗暗就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时 你降临 有什么预兆 世界的末料 又有什么预兆呢 所以这些事就 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有这些时 是同当时耶稣说 你看看 这个圣殿 将来 没有一块石头 会踏在另外一块石头上 不会被拆毁 即是全部崩溃 第二 你降临 即是门徒问耶稣 你再回来 有什么预兆 世界末料 又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当时的回答 他就用了四句时间性的经文 包括了第六节 指示末期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就是时间性的经文 来到第八节的时候 他说这一个都是灾难的起头 起头也是时间性的经文 来到第十四节 末期才来到 到啦 什么到 末期到啦 来到二十九节 那些日子的灾难 一个去 一个去 又是时间性的经文 那你说 这些所谓的时间性经文 所指的是 指什么题目呢 这一章有提到末期 有提到灾难 又提到末期 又提到灾难 所以 在末期的灾难 要达到 或者说未到之前 有什么一步一步一步 下去的预兆呢 这样 我们可以将 这四节时间性的经文 分成了五个 时段的预兆 这五个时段的预兆 就构成了 现在 应验到哪一个 时段的预兆 那我们就知道 是哪个时间性经文 正在形容他们 所以到达了哪个时段 那么 在这么多时间性经文 最重要 要知道是什么呢 要知道就是 末期才来到 末期刀啦 末期就是大灾难 末期就是大灾难 末期到了 圣经就说 这天国的福音 就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那么 这节经文里面 什么时候末期才会到 他有说的 就是天国福音 就传遍天下 你知道世界这么多国家 福音就是指到 请你信耶稣 介绍人信耶稣 介绍到全世界遍全 那什么时候才是 世界遍全福音 所以我们就说 末期才来到的话 就是指到福音 遍全天下 哇 福音遍全天下 过去做了 我记得我还是年轻人的时候 香港就有一个 福音遍全运动 他不是说遍全世界 遍全香港而已 他就说 我找到了 你找到了吗 周围向人传福音 当时差不多全香港教会 绝大部分都参与 你说香港遍全了没有 那可以说遍全了 后来我们就听见 这个远东福音广播公司 将福音 借这个电波传递 所以他们有很多地方 支搭那些发射台 将那些电波向一些铁幕国家 福音不容易到的地方 远方的地方 当这个福音广播 一旦存在的时候 福音便是遍全 后来就有互联网 互联网就嘟嘟嘟嘟嘟嘟 你家里有电脑有手机 就能够按 福音便到了 福音遍全了没有 福音遍全 即是说得救人数天门 福音遍全到一个地步 神的指标就说 他定了一个得救人数 到达了那个数目 那就是说福音遍全天下 完结了 那得救人数天门 何时发生呢 圣经就没有这个肯定的数字 所以我们就是要传福音 传完一个又传一个 传一个又传一个 可能只是传到一个的情况 可能他开报道会 问问问大家 有哪个愿意信耶稣 如果有请你举手 我看见了请放下 我看见了请放下 有时候的讲员会这样说 有没有最后一位 他所问就是 过一次报道会 那么多人信主 还有没有最后一位想信耶稣 但是原来 在历史时间 甚至未来里面 真的会有一个 有没有最后一个 那个就是什么 刚刚才得救人数满足 他一举手 我信 一信的话 全部一起提上天教 他手都未曾放下来 马上就要去 得救人数天门 还有和什么事件有关呢 原来在约翰福音 耶稣说 我迟些会去 我去就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 叫我在那里 你们也在那里 这个意思就是说 耶稣基督上天上 耶稣基督返回天家 就是要为我们预备 将来我们去天家的地方 所以基督徒 都是看着永恒的天家 这个地上的东西 就不宝贵了 一同永恒 比较的话 永恒更重要 地上的东西 无论痛苦 金钱 名誉地位 都是几十年 最多是百多年的寒暑 就过去了 但永恒里面不同 那里在哪里 在天家 那现在那里怎么样 耶稣去了 就为我们预备地方 哎呀 为什么他去了这么久 都未曾预备好家 那创世纪一章 他不是说 神说有就有的吗 那如果天家 他说一句 就做完 哎呀 不是的 将来在天家 很复杂的嘛 你将来住那个屋 很多洗手间 又客厅 什么 弄好些才给你 世界这么多人 那不是的 神是无所不能的 那对于一个人 对于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神说有就有的了 做什么 要预备这么久 都未预备好呢 哎呀 原来呢 有一句说话 要知道的 就是那句 原来耶稣基督 现在去为我们预备地方 其实实际 就是预备 要建成那个灵功 这个比较前律书有提的 这个灵功呢 就是指到那个永恒天家 这个灵功 什么时候做完了 那就是 耶稣去预备地方就完 这个灵功 什么时候完 这个我们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 在圣经比特前流书所说的呢 就是说 比特说 我们每个人呢 都是一构的灵石 那灵石有大 就有小 所以有些人大恩赐 有些人小恩赐 所以呢 大恩赐也好 小恩赐也好 都是用来建造同一个灵功 所以呢 大恩赐小恩赐呢 就不是论大小 就是我大 我一构 顶你五构 不是啊 你大便放在这个大点的位置 你小便放在这个位置 那你知道呢 很多时候一间屋的装修 窗边就找小些石头 大些的那些灵 就找巨大的石头 是这样的嘛 所以呢 因此大小 是配搭 但是大好小就好 加卡埋埋 加卡埋埋 最后才建成那间屋 就好像活石 就要救素 救素 那灵功才建成的 那那个活石就是指我们 是啊 所以当你传福音 耶稣基督又多救活石 那你提给耶稣 好 那我放在这里 这个对点 当得救人数天门 亦都是活石救素 亦都是灵功建成 亦都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预备地方 预备好 这样的情况下 即是福音遍传 耶稣就在来 有一次宣教大会 他的大题目就是 吹颤主在来 那他就是说 你想不想主耶稣 早点回来 如果想的话 参加我们这个猜传大会 以至领受使命 努力传扬福音 你越努力传福音 越支持 越参与宣教大会 那耶稣就会早点回来 那说得对不对 对 越传福音 越到远方去 将那些未得之文 都带成为基督徒的话 真是耶稣 会早点回来 所以 末期到之前 就是福音遍传 得救人数满足 然后末期才来到 那末期指什么 那你当看回去 十五节 你无看见 先知弹以你所说的 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读者经的人 必须回忆 这句说话真的很特别 中文圣经有个括号 加过注释 即是说 你不要乱解错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 解得准准确确清清楚楚 那所以呢 你就要走回去 旧约弹以你书 但你书的论史说 那行毁坏 即是站在圣地 圣地是指到圣成耶路斯 那时就有一个 行毁坏可憎的 就是那个敌基督 就站在圣地圣殿的当中 自称自己就是基督 读的时候就要留意 那段日子是 什么时候真的要注意 这段经文 由十六节开始 第十九节 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 不断就有一个名词出现 就是那时 他说那时 当那些日子 为那时 最后又再说那时 所以我们说 整段经文里面 都有讲那时 并且又有讲 必有大灾难 灾难这些字眼 所以我们说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十六节至二十八节 它是预言中 末日或者末期的日子 这个末期的日子 原来是和大灾难 拉上关系 这个大灾难很特别 他就说那时 必有大灾难 灾难到什么程度 从世界起头 即是世界存在开始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大的 即是由神创造世界 一路到耶稣讲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那时 还有呢 《后来也没有》 哦 即是史无前后 历史和将来 加加所有的年日当中 没有一个灾难 比这个大 这个灾难真的 很值得留意 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情景 不是说死小小人那种 所以 末期在十五节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咦 这个末期之后 又再继续记录去 是怎样呢 所说的那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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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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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再提到教会 那之前有吗 有 之前一直都有 你们就要留意一下 敌基督 你们爱心会留意一下 没有爱心冷淡 全部都是在讲教会 但是一来到末期到了 接着再没有呢 就提到教会 那没有提教会 提什么呢 他们有提 就圣地 圣地就是以色列地 或者耶路撒冷 这个是十五节 他们有提到 就犹太的山上 犹太山上 在加拿大 香港都没有 那就是以色列地 这个是十六节 那么又提到 安息日 我们基督徒不守安息日 这个是第二十节 还有呢 就提到选文了 这个选文很清楚了 就是指以色列人了 22节 24节 两次提到 如果只是提一个的名词 你可以估下估下 又解释一下 又不同 但是这四个的名词 出现在这些 都是跟以色列 以色列的地方有关系 那么 这里里面 没有提到我们的存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就是末期的时候 根本没有提到教会 即是说 教会当时已经是不存在地上 哦 即是到时基督徒全部死了 不是 乃是当时教会已经被提 被提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基督透过大灾难 来審判地上的人 又透过大灾难的前期 导致大灾难当中 还给机会有人信主 而去到最后就不给机会了 而这个给机会 不给机会呢 都不用给教会机会 因为他们已经信了主 所以这个灾难呢 你们没有份的 你们先离开 那一个的 恶的情况 就是那个灾难的情况 你上来半空中 与我相遇 在这样的情况下 教会就被提 那被提在何时 被提就发生在 在十四节和十五节之间 即是末期 到了 未记在后面灾难之前 那一段的日子 所以 在圣兵英中文圣经 有个圈那里 好像一个大的full stop 提到圣经末世的预言 第二段最重要 就是有关启示录 当然启示录 你有机会全部读完 最好 但里面提到七印七号七换 都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说 这个大灾难是指末期 这个末期里面 是何时发生假的 要解开这个大灾难时间之迷 一定要读好这段经文 因为原来即使基督徒 即使不同的解经家神学家 对于被提 有所谓灾前被提 即灾难之前就被提 有所谓灾中被提 灾难当中才被提 有所谓经过大灾难 最后被提 这三种以外 还有一种叫得性且被提 何时得性何时被提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怎知道哪一种是准确呢 哪一种准确的话 不如看看这段经文 不过首先要知道 原来七印七号七换 有几种排列方法 第一种按照时间升排列 先讲七印 跟着就讲到七号 再讲七换 这种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说 这个七印其实即是七号 七号其实即是七换 不过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同时间发生的灾难遮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就原来说 七印就讲到整个灾难时期 但是去到最后那一段 就是详细讲的七号 去到第七号 就详细讲的话 就是七换 这个就是中世 好像大马雀、中马雀、世马 再加上就是第四种 第四种 七印就概括整个大灾难的期间 前半部再讲就是七号 后半部再讲就是七换 那蔡牧师 那么多种 哪一种对 那你是哪种 我是第五种 第五种就是说 七印就是整个末世时代的情景 由耶稣基督升天 一直到耶稣在来之间 就是七印 而七印的里面 来到最后灾难时期的前半部 详细点去讲就是七号 后半部详细讲就是七换 哇,那么复杂 那应该如何去领受和相信呢? 那我首先给大家知道 有几个经文就是要留意的 七印七号七换 有些什么经文 首先要留意一下 我首先要大家读两节经文 这两节经文 接着全部都是启示录经文 九章十二节和十一章十四节 你打开圣经来看 或者看我这里 九章十二节 他就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那还有几多来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那你要留意 他只是提到三样灾祸 第一样刚刚过去了 还有两样来 那蔡牧师我就很想很想知道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这句说话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我知道九章十二节 九章十二节是什么事件之后呢? 那我就要告诉你 原来刚刚就是第五号 第五号吹完之后 他就说第一样过去了 那就是第五号是第一样灾祸 是啊 那还有几两样灾祸要来 还有两样来 那就再读第二节经文 来到第十一章十四节 他就说第二样灾祸就过去了 还有呢? 还有第三样灾祸要来 即是还有一样 他就再一次强调 加上就是三个灾祸 这三个灾祸的第二样是什么时候讲的? 十一章十四节过一段 原来就是第六号的时候讲的 那我就知道了 第一个灾祸就是第五号 第二个灾祸就是第六号 是不是这样讲的? 那就是了 那就奇怪了 那在这两个灾祸之前 还有一二三四灾祸的 那些又不算灾难的吗? 再加上灾祸以外 还有之前提到的七个灾祸的 那些灾祸又不是灾祸的本身吗? 那你首先就读了这两个灾祸的灾祸 第三个灾祸 应该就是指到第七号 是不是? 不过第七号之后又再提到七个灾祸 那怎样修科呢? 那再看下去 如果我们将六章十二至十四节这段经文 以及再跟着下去 启示录其他其后的经文 比较的话 那有什么结果呢? 那就读一读 启示录六章十二节 那里就说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哦,原来这里讲第六印 我又看见地带震动 还有日头变黑像无暴 还有满月变红像血 十三节 天上的星神就聚落于地 如同无花果树 被大风遥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还有呢 十四节 天就挪移 好象书卷被卷起来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呢 我们就说 如果将这一段这三节经文 和圣经启笑后来的经文一比较 那后来那些呢 全部讲到世界末日的 是不是? 如果一比较的话 发现到后来灾祸 最后最后很严峻的 但是在这一段之后 这个是第六印 再之后呢 就第七印之后 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这样下去了 那些号的灾祸 就没有现在这个那么严重 再加上呢 因为呢 原来你不能按照七印之后就是七号 七号之后就是七碗 如果不然怎么解释 来到第六印已经是全世界末日的呢 是不是? 所以第六印呢 这个世界末日的形容 跟整本启笑到最后 世界末日的形容一样 就是说第六印已经是世界末日的了 那后来的号呢 又没有那么长 又没有那么严重 似乎那个时间不可以接下去 所以呢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 很多种看法的呢 第一种 七印之后就是七号 七号之后就是七碗 按时间下去的这种呢 就不准确了 因为启笑自己的资料告诉我们 再加上 开头那四个印 开头那四个号 开头那四个碗 那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你看看 开头最初那四个印 全部内容都是马 来到第五印呢 他不会说第五匹马 没有啊 一二三四都是马 第五就是一个祭坛 第六就是天势改变 咦 那之前那四个印 又不是用马 又不是用牛 又不是用车 全部都用马呢 一定他其中有关联性的关系的了 可能是同一类 或者是同一个时期 那来到号了 号的时候呢 最初的号 八章第七节 就提到灾难临到地 那二号呢 就八章八至九节 灾难临到海 那第三号呢 就八章十至十一节 灾难临到河 那然后来到第四号呢 八章十二至十三节 灾难在空中爆发 那所以呢 你留意了 六章一至八节 四匹马 这个是首四印 那八章七至十三节 地海何空 就是所说的呢 就是首四个号 那如果你再看下去 最初那四个碗 就是记录在十六章的话 第一碗就是说地 第二碗就是说海 第三碗就是说河 第四碗就是说空 那情况呢 又跟刚才所说的首四号呢 非常近似了 所以最初四印 最初四号 最初四碗 都是自成一组 那这个呢 就先放在大家心里面先 那这个呢 是留意到的情景 告诉大家 好了 那现在呢 真的要揭开 最初那七个印了 那这个七个印呢 就是说那个书卷 就是很重要的文件 用七个火七印这样 就封住 揭开一个揭开两个揭开三个 揭开四个 这样啊 好了 那么开头揭开的时候呢 就揭过四个印 咦 它有三个特点 揭过三个印有什么特点 那么第一个特点呢 它们形容呢 就比第五印第六印呢 就简单些 第五第六印很详细的 那么一二三四印呢 就软一点的 那么第二呢 全部都有一个换物说 李来 那才来的 那然后第三呢 就都是说呢 用马来到佳少 有白马 有红马 有黑马 有灰马 那样 但是来到第五印呢 就不是马的 那所以呢 最初那四个印呢 有这三个特点 又留意着先 那这些说呢 我们要比较一下呢 在开头那四个印 即是说启示录六章一节到八节 以及 马太呼音二十四章三节到六节 那么首先呢 看一看启示录的经文 六章第一节就说 我看见高阳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 那就听见四护物钟 有一个护物说 声音如雷 说李来 那我就观看呢 就见有一匹 什么马 白马 一提到白马 哇 精神了 白马王子 这样 不是 那白马指什么呢 当我这样问你的时候 你看看你们怎么回答 那圣经里面 有没有提到另外一段经文 有记载白马 有没有 白马有没有 有 而且还在 启示录 启示录里面 启示录到白马 这一个图画就是人画的 耶稣到时不是这样的 耶稣基督原来将来 就骑着白马而来 咦? 这里提到白马 圣经其他经文 只有这段提到白马 会不会是 这个就是说到耶稣再来呢 那又不是 这段经文都不是说 耶稣再来的情景 是说灾难而已 所以现在这个就很像耶稣 不知道是不是耶稣 那暂时 耶稣基督这个字 有个文号在那里 看看他是怎样 骑在马上的就拿着公 还有呢 有个冠冕赐给他 冠冕就是说可能是 打圣仗奖给他 冠冕又可能他是王 所以带着个荣耀的冠冕 总而之 现在骑在马上的 有 公就没有箭 而且就有冠冕赐给他 那他就出来 就圣了又圣 所以这个是长盛的一个将军 或者是军王都好 所以这个又像基督 又不知道是不是 那暂时当着他是 不过先加个文号在后面 再看下去 来到第四节 另外有一匹马 就出来了 什么色的 是红色的 红色的马出来了 就有权兵给骑马 可以从地上奪去太平 那奪去太平 即是有没有太平 即是有打仗 有战乱 是不是真的 再看下去的形容 使人彼此相伤 那就是 又有一把大刀刺 给他大刀 不是用来切西瓜 用来打仗用 是不是 所以 另外 红马 就一定是和战争有关 这个就很肯定 而第三 就来到第五节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 黑马出现了 那有什么特别呢 骑在马上手里面 就拿着天平 天平用来称东西的 我听见在四户物中 似乎有声音说 说什么 那他就说 一钱银子买 一星墨子 哇 很贵 一钱银子买 三星大墨 哇 很贵 又和酒 开门七件事 很普通的东西 不可租撻 即是说这些东西很稀少 不要临面用 镜住 省住一点 那你说那些东西买得这么贵 那些普通的东西又不要乱用 即是说什么 当时肯定是粮食短缺了 如果是粮食短缺的话 肯定是与饥荒有关系了 是不是 好 先看看第四匹马 我观看见第四匹马就是灰马 灰马出来了 然后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 哇 即是有时我们 广东人会骂人 你作死什么 那样 那作死 那怎么会作死呢 其实他不是 他说明字叫作死 不是叫作死 叫死而已 那为什么叫他死 那样 那当然是很多人死了 那便因此也杂与他 那样 那样 那便有死 那样 那样 一样 是不是 那样 广东人,有权并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劍,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人 四分之一 意思是说,以上所说的四个人用四匹马 会带来给世界上人的灾难 这些灾难到最后,就有四分之一的人 因着不同种种的方式而离世 那么多匹马,那么多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最近收到一个读者的讯息 他说,蔡牧师那匹马就是几年几月爆出来的 他说得这么实牙实耻 我又见过很多人解释这段经文 就有很多不同种种形式的解释 都是与末世灾难有关的 那你说,蔡牧师那你自己怎么解释? 那我自己怎么解释? 我就看回圣经为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我就怎么解释 那圣经怎么解释?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原来 当我们如果很熟圣经 又很熟读很多次圣经的预言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现在同一类这样的形式 当然是指到同一种情境 或者是发生在同一个时期的事 否则他不会用四匹马的 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时候呢 你又读一下其他圣经有关末世预言的经文 那特别来到最重要的那段 马太二十四章 他里面都提到有一些预兆的 他预兆还有时间性有四句的 四句时间性经文的最初 最初的四个预兆是什么呢? 那你们看看 那刚才说过了 四句时间性经文 夹杂了就有不同的预兆在其中 不过最初就说到 假基督会出现,你不用怕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还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还有多次会有饥荒地震 还有陷在患难里也有缘杀害你们 然后呢 就是正我们所说的十四字 末期才来到 所以呢 原来在末期未到已先 你不要说障碍起头等等 你不要理那几句了 你说末期到了之前 有些什么如是会出现的呢? 出现了四样东西 假基督战争 还有饥荒地震 还有呢? 还有的就是死亡 那最后就末期到了 所以如果我们列举了这段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说 开头那四个印就是不知是否基督 就肯定是战争 还有呢? 卖得这么贵是饥荒 用朱本的方法弄到人死亡 但是马太福音呢? 他就实牙实指地 第一就是指到假基督的出现 你们不要轻易信他 还有就指到战争会爆发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还有呢? 就提到饥荒 都有说地震 而最后呢? 就有人会杀害你们 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你们也要彼此恨户彼此相杀 所以这些经文 如果马太福音24章最初那四个预兆 和最初那四个印在启示录一比较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四样东西可能是 同时间记载不同经文的预言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样比较底下你就会发现到 迪基督是第一个预兆 也是第一个印 第二个预兆也是第二个印 就是打仗 还有呢? 就饥荒地震 不过那里只有饥荒 最后呢? 就是死亡 所以呢? 如果这两段经文真的指到同一段记载 那如果你问我呢? 我就相信是指到同一段的记载 所以呢? 其实最初那四个的末世预言 是预言到 由耶稣一升天之后就开始了 如果最初那些预兆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开始 那开头那四个印也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开始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那四个预兆就是说末期到了 刚才我们已经详细说过了 末期是指大灾难 如果是大灾难之前呢? 如果就是有那个教会被提的话 那就是说这首四个印就是耶稣基督升天 一直到教会被提之间 发生的四个很重要的预兆 提醒我们这些东西越来越严重 因为他用灾难 生产之难来形容这些灾难 那就是说一个妇人生孩子的时候 是越来越大阵痛 越来越密阵痛 那孩子就诞生了 正如好像耶稣再来 之前这些灾难越来越严重 到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那个小孩出生 也是去到这些灾难 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耶稣再回来的日子 那说到这些 可能很多人很想知道 多些有关这些七印 是啊 当说完一至四印之后 我们要说第五印了 不过说第五印的时候 有很多人解错这一段 不过我会不会解错呢? 那我就逐个字逐个字和大家研究 看看你认为这样解释 对不对?这一段经文 就由第六章九节开始的 他说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为神的道 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原来来到第五印 不是指第五匹马 是指什么? 是指到有一个祭坛 不过这个祭坛下面 那些就有很多被杀的灵魂 那他们为何被杀? 为耶稣做见证 但是要留意的 就是他们都是被杀之人的灵魂 所以这些人是全部被杀 第五印 谈下冤魂 通通被杀 这是第九节所说的 所以不是因为车祸而死 不是因为病死 这些人全部都是为耶稣做见证而被杀 即是殉道地死 历世历代 也有很多为耶稣殉道的人 是不是全部一殉道 就离了这座树 那我们再看下去 六章十节就说 圣结真实的主啊 这些灵魂就向耶稣呼求了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吸我门身流血的冤吗? 要到什么时候呢? 原来这帮人呢? 都是怎样? 他是呼求求神为他们 伸流血的冤 即是说他们死了 他们之所以死 是有一个冤情的 他们不是做不好事 被人杀死 那是做好事 所以 什么时候耶稣才会为他们报冤呢? 你接着看圣经下去 原来就是直到七碗的时候 耶和华大而可谓的日子 未到之先 神就为这帮的灵魂报冤 这帮人呢 就有耶和华帮他们报冤就好了 但是未报冤之前 他们死了 那有什么结果? 于是有白衣 即是有见基督的义婆 就赐给他们各人 每个人都有 又有话对他们说 他说什么? 环要安息片时 环要安息片时 这个环要安息片时 即是短还是长? 你说 等一会 等多久? 等三分钟 等我做些事情 一起去吃饭 好吗? 好,三分钟而已 等一会 没问题 如果你说 等一会 等多久? 等啊? 一年半载 那你不要说等一会 你说等一年 是不是? 你说等半年 你说等一会 现在说环要安息片时 你说这个环要安息片时 是等多久? 如果耶稣基督说 环要安息片时 等一千九百年 在早期教会那些 为耶稣双道 要等 那些等久一点 然后跟着 马丁路德的时候 等那些等几百年 那现在呢? 你又等几个月 那安息片时 那不行啊 如果说安息片时 就是这班人一起的嘛 他们同一种命运的嘛 同一种情景的嘛 安息片时 就是说这班人 都是等一个很短的时间 那耶稣说这句话 就有意思了 如果不是的话 就等下 那不要说片时 是不是? 那再读下去的时候 那等什么呢? 等到其他的仆人 和他们的弟兄 也像他们被杀 这句话 就是说 作仆人可能指那些教会领袖 和他们的弟兄 就是跟着他那些其他信徒 那这些人呢 也像他们被杀 就是说 现在有一班人 就被杀了 等什么? 等 不是等其他人得救 是等还有一些人 好像他们一样被杀 所以被杀的人 等其他被杀的人 那等到什么时候呢? 那圣经有一句很严重的说话 就转到 满足了数目 这个满足了数目 真的要很清楚解释了 因为原来神是有一个数目 叫做被杀的数目 但是原来我们基督徒 一直都等一个数目 就是得救人数满足 就是说 够数了 够得救人数了 耶稣就回来 是这样的 为什么现在又多一个 叫做被杀的数目要满足呢? 那是不是 其实现在上天堂有两条队 一条叫做被杀的数目满足 一条叫做得救人数满足呢? 你知道有时我们去超市场排队 排着那一条 哇!这么远的? 隔壁那个呢? 就突然之间 这边了 就开多一条 就是一条的线 你后面那几个过来 我们服侍你 哇!这条这么长 那条现在呢 没有人 甚至少人 快就过去 是不是? 那现在呢 原来上天堂有两条队 一条叫做得救人数要满足 一条叫做被杀的数目要满足 没有听过 你在教会崇拜 牧师就报告周刊 这次呢 就很感谢主 我们呢 就上个礼拜报道会 有十八个人缺自信耶稣 真的又多了十八个人信主 不过呢 我们有个数字 一直都不增长得好 就是那个被杀的数目 其实呢 教会都需要满足那个被杀数目的 那现在那个被杀数目 一直都没什么增长 希望大家 弟兄姊妹就帮忙 愿意为主寻道 不要只是排这个得救人数 排下那个被杀数目 那里都需要 有人为主寻道 满足数目啊 有没有这样宣布过呢? 没有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所谓被杀的数目满足 不是在教会时期加 什么意思? 因为原来第一至到第四人 完了就是末期到了 末期到了 教会那些基督徒就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得救人数已经满足了 得救人数满足了 在那段时间没有另外一个叫被杀数目 那被杀数目满足是什么时候? 就在教会被提之后 就在教会存在地上的使命完结了 教会满足了 耶稣为他们要避地方 去了他们 地上仍然有一些不肯信耶稣的人 而在那段时间 他们就悔改信耶稣 那段时间为什么会有人悔改信耶稣? 圣经里面有提到 就是有两个见证人 这两个见证人是神派 那两个见证人是谁呢? 我们暂时不说了 不过还有很多那些录影带 DVD 录音带 我们网上的视频 提到有关耶稣再来 所以有可能 有些人拿回一些书仔 福音小冊子 圣经来看 又看看那些视频 我要信耶稣 他一旦信耶稣 那又怎样? 那就没有666印记 会被杀 所以你说 我又乍家依信耶稣 又要666印记 那又不行 会查到 地上的人 基督查不到你 耶稣基督说 你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的父面前都不认你 不可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现在就有时候 跟一些人说福音 你信耶稣 信耶稣 我不信 你不信 你要记住我说的 有一天 如果你看到 所有基督徒 你的亲戚朋友 你认识基督徒 全部都不见了 不见了 看电视 什么国家沿水也不见了 哪个医生科学家也不见了 为什么基督徒也不见了 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 我就告诉你 我们就被耶稣 摘了上半空中 与耶稣相遇 就叫教会被看 那 你就拿着我这三个信封 这三个錦囊 就给你 你到时打开了 好好好 我到时打开 那三个錦囊在哪里 打到第一个信封 你要信耶稣 是是是 打到第二个信封 你快快去信耶稣 是是是 第三个 你还不去信耶稣 那样 结果三个打开 你肯信 那么 看多一些小冊子 听回来 我信了 我知道现在信 谁知道一信 就被杀 所以 现在这个被杀的数目 是在大灾难前半部 说清楚一点 大灾难七年的前半部 前三年半 那时候还可以有人信耶稣 不过一信耶稣 就是会被杀 哎呀 如果我现在知道了 我就不想被杀 那怎样 那现在呢 你可以信耶稣的话 你就相信 我们还在 还有基督徒跟你一起 教会 得救人数 未天满 你还有 可以信耶稣 可以在数目 满足之前 可以 就算你 所以 如果在这样的时候 你说 为什么那些基督徒 经常要我信耶稣 就是因为有这个的吹逼 因为他们都知道 得救人数 是会满足的 那就要信耶稣 那你说 被杀的数目 又会满足 那被杀的数目 那个数字 有没有公布过 那就没有 圣经就说 这段时间 两个见证人 一路传 一路传 就有人信 那你有六六印记 你就要选不要不要 那你要听那两个见证人说 就接受 接受就杀 接受就杀 杀到去三年半的时候 两个见证人都死了 没有人再传了 天使走出来传 天使传完 有没有最后一位 那就没有了 没有的时候 就会将这些坛下的灵魂 收取 带到主的面前 所以这个是第五印 很重要 不要解释是历世历代 所有为主殉道 因为他们当时 还有些人不是殉道死的 病死的 交通意外死都有 有哪一段时间 是一起都是被杀死 为了传福音 而且要满足数字的 就一定不是在教会历史时期 而是在大灾难时期 那这个呢 是我解释 有可能 你或者你的牧师 不是这样解释都不行 好了 来到第六印 天势或者天地改变 这个六章十二至十六节 撇开第六印的时候 有些什么事发生 哇 我又看见地带震动 还有呢 日头就变黑 像无暴 还有呢 满月就变虹 像血 还有呢 哇 天上的星神聚落于地 如同无花果树 被大风遥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哇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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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 还有呢 哇 天就来以 好象书卷被卷起来 还有呢 山岭海盗都挪而离开本位 哇 这么多的东西 记载在同一段经文 第六印呢 记载天地改变 这段经文到底是否写实的记载呢 那如果是 那又怎样呢 他说 日头变黑像无暴 哇 太阳表面很多 不断爆炸 那才有光 那就是说 太阳的黑点增加到 全个太阳都黑晒 可不可能呢 那又没可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为什么呢 那再加上呢 哇 天上的星神聚落于地 如果有一粒星球 乘地球 我来了 那样 我又来了 哇 一两粒 一两粒 三四粒 全部跌下来地球 地球很小而已 140万个地球 才等于一个太阳 所以在一个太阳 如果是一个大球场 就是太阳 那大球场 在一个树上 整个沙 那个就是地球了 那你说 太阳说 我来了 那太阳怎么碰一下地球 碰一碰都死了 何况是 不止一个星球呢 哎呀 所以我们就说 那这些的经文 会是怎样呢 那我们说呢 应该就 不是写实了 是不是 那如果是的话 那不是写实的话 那会是怎样呢 那再看下去的时候 那这样的形容 有没有 在其他经文里面出现 让我们有多小线 上去解释这一段呢 那有 正话所说的 亦都在其他经文 特别在旧约一卷书 这叫约书 二章三十一节 说 日头要变黑暗 一样 月亮要变为血 一样 那然后他就 有个时间性经文 这都在 在何时 耶和华 大而可谓 日子未到之前 那你说不好啊 创牧师里只有两句说话 你不要这么快就说 就等于那一段而已 不是啊 你再看下去 日圆昏暗 星秀无光 天又震 地又震 那这些的情景 在约书的记载 就 如果和启示录六样东西 在第六印出现的话 约书就可以说 符合了 有四样 如果这四样 真的就是启示录 那六样同时间的话 那第六印就没有时间性 经文显示 但是约书就说 耶和华大而可谓日子 未到之前 如果你看圣经 你就会了解这句说话 即是说 基督在来 就是耶和华大而可谓的日子 在旧约记载 基督在来未到之前 即是说灾难来到最后 就是这样的 那马太二十四章 又有一样的记载 马太二十四章 第二十九节就说 日头月变黑 又有 月亮日不放光 又有 还有众星聚落 又有 还有天势都要震倒 又有 还有 他又加多一句时间性经文 那些日子的灾难 一过去 而这句说话 就是四句时间性经文的 就是最后一节 那这节经文 如果跟启示录最初的六个人比较的话 那他又有六样东西 分别就是跟启示录所说的是吻合的 那如果又是指到同一段时间发生的事的话 他说 第六日没有时间性经文 就加了约义书 那再加上那些书有没有? 有 那些日子的灾难 一过去 很明显就是说那些灾难 过去 就是说来到最后 最后就是这样的了 而约义书就说 未到之前就是这样的了 那无形中 即是说 现在这些这样的天势改变 就是指到大灾难 最后的情景了 哎呀 所以来到七印的第六印也是最后的情景 去到后的又没那么严重 无形中即是一至到七号 或者去到六号 这个启示其实是指什么呢? 那我自己看 就是指到末世事件的总纲 原来就是 他就说 七个印就沿封住一个小书卷 小书卷的时候 就打开一个印 一匹马 打开两个印 三个印 四个印 五个印 六个印 所以打开一个印之前 那个天使就说 他里面 外边都写着字 里面又有字 外边又有字 不过现在里面的我看不到 看到外边而已 来到六个印都打开 揭开七印 一揭开的时候 那里面就看到了 最初看见 很简单 就好像一本书的目录 这样而已 但是 当来到这个 打开了之后 里面的情境就清楚了 那说回这一图 那第六印指什么呢? 第六印就要问 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呢? 天势改变 日月无光 当我读神学 很多年之前 那时还在香港 二十多岁 那时神学院的老师就说 如果星期六有时间去 去戏院看一部电影 本来陈岳先生 那时不准看电影 那老师就叫 拿正 拉臣去看电影 那整班同学一起去看电影 那这部电影一播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老师要叫我们去看呢? 他说 哎呀 你看完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好像 啟示录的记录 那样 那当时我们去看 看看看看看看 故事发生 那些导弹或核弹爆炸 那些核弹 好像那些火球 飞上去的时候 在上面下来 就真的好像一个火球 两个火球 那样下来 就好像天上的星球 墜落于地 当它一下来 一爆炸 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呢? 那些核子层 就遮到满天也是 满天本来有个太阳照射下来 是不是? 那照射下来的时候 现在就遮住看不到 一遮住看不到 那日头就变为黑 好像麻布一样那样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原来那个太阳之所以没有光 不是因为它爆了 所以就没有光 而是有东西遮住 什么东西遮住? 那些核子层 然后就有月亮变红 还有地带震 一炸下来 就是爆炸 周围都震了 海、河、海啸 什么都来齐了 所以当我们说 什么原因 构成有第六印的现象 如果你问我 以及一些解经家的解释 因为那时候 来到末日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个核子的战争 那这个核子的战争 那些的尘埃 就遮到整个天空都是 那这个呢 就是这段经文的记载 所以如果这个世界 会有核弹 会有爆炸 会是什么时候呢? 那核子弹爆炸之后 可不可以隔了一段时间 再爆核子弹 那些人就没死完呢? 那如果会的话 那 现在这个俄乌大战升级 会不会导致 有部分的人生灵涂炭 死了 是因为核子弹呢? 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到时那种激烈性 整个世界差不多都毁灭了 那又怎样呢? 那就是说 那个圣经所说 最后的那一场大战 和核子大战的情景 就来了 不过我们相信 要看清楚 现在这个的情景 和现在将会发生 是否相同 不过呢 如果我们真是基督徒的话 到时我们不会在其中 应该被主耶稣接上天上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那我们如果认识了 这个核弹爆炸的情景的话 那我们解释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会不会指到 末后的时候 即是哈密吉当中的大战 就是用核子弹来打 核子战争来的 而核子战争的尘埃 就遮蔽了整个天空 所以 就是有这个太阳都变黑的情景 地大震动 天气改变 这次呢 我就很想用一个图表 总括我今天所说 那我们说 第一人一匹白马 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 那这个呢 就是末期未到之前 末期未到之前呢 就是教会时期 我们现在传着福音 就是这个日子的了 然后第五个印 其实第五个印 就是说到末期之后的 前三年半的灾难期 那第六个印呢 就是指到后三年半的灾难时期 其后呢 就是会有其他主在来的事发生 而这个前后三年半呢 就是末期 亦都是大灾难的时期 而在后三年半大灾难的情景底下 最重要呢 就是有这个核子大战 就是哈密吉多顿大战的爆发了 是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呢 来到教会时期的时候 我们继续传福音 那因为要到福音 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那所以呢 我们一路 现在下去 要做好传福音工作 那传福音去到最后了 那又怎样呢 那我们的工作做完了 教会呢 就会被提了 被提就会 末期开始的日子了 那而耶稣基督呢 也都会是 在他降临的第二个阶段 在大灾难 经过了七年的日子之后 那而七年当中 我们在主的面前 论功行上 高阳分见 那然后基督 就会与我们一起 灾难到这个地上 那我说了很长 不过 告诉大家 之所以这么长 这么重要 就好像 一个的专栏作家 叫做威廉威利他说 我们现在呢 正是站在 世界末日的起头 世界末日正在发生的了 一路朝向 那个末日的日子 正如好像 圣经预言 这样预言 那我们应该 怎样去预备呢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有些什么 在现在要做的呢 那对于我们来说 牧师 你好像都不怕 这个核子大战 你不怕打仗 那我们说 不是不怕 那是说 我们不用怕 因为呢 我们买重了 保险的 在哪里买 有什么保险买 因为我们每一个信 耶稣基督呢 都保险住 我们将来 会去天家的嘛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就是为我们预备好天家 得够人数满足 我们就是会去的嘛 而我个人相信呢 就未曾到末期 教会已经是被提的了 即是说核子大战 不要说核子大战 即是说 末后的哈密加州団大战 我们未到之先 我们已经是走了 所以如果真是俄乌大战 倒之核子大战 应该都是未到末期的一场 如果是到了 那之前我们已经 教会被提了 是吧 你说在这段时间 那你不紧张 那你有什么要做 如果你问我 我上次就说过了 那我呢 就 道就照说 所以现在在网上 刚刚说完 就说到 启示录的课程 启示录的课程 很多人报名 又说到 这个使徒与行转 又是有很多人报名 他们愿意读 我又愿意教 不会说主耶稣回来 没有空了 不会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景 我们也都说 我在博物馆 神给我的 我召开 那就开了 很多同班同学 有些退休 你还没退休 因为神交给我的 事还没做完 并且 很多人来到参观 我又讲解圣经的背景 给他们听 所以这个 就已经是 一直做下去 而且我教神学 教神学的时候 课程照教 有毕业礼 照样去参加 网上 考古的新资 照讲 我们 还有很多计划 照推 好像我们将会推 圣经教师 同工同门计划 我们照讲 我呢 就讲这个时候 我已经要去 这个台湾港道 接着去香港 到呢 就照讲 那圣地团呢 就照大 那你说 你不紧张 因为 我们知道 如果有一天 耶稣会回来 我们工作完了 我们就会被 耶稣接上天假 所以 你信主耶稣没有呢 当世界 科学家 提出末日的时钟 告诉你 你不听圣经语言 听着他们说 你应不应该 作好准备 如果真的来的话 你就没得走 他都飞得 但是我们呢 就靠耶稣基督被看 带到天上去 如果 亲爱的朋友 你都很想有 我这一种的保险 赶快信耶稣 如果你已经信耶稣的话 好好做一个基督徒 随时等候耶稣基督的 在来 做一个明智抉择的基督徒 多谢大家收看 以圣经为本 为时代把脈 是我们以色拉的其中一个异象 希望这个讲座帮助到我们 从圣经的角度 来看身边发生的事 欢迎按like 留言 或者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来邀请你借着奉献 支持我们的事工 刚才蔡牧师提到 末世启示 带领我们解读启示录 相信大家都很有兴趣 在一方面学习更多 机会来了 我们在网上的这个 启示录研读自修课程 其实是随时欢迎大家 报名参加的 同时我们也有 使徒与行转这个自修网上课程 都是随时欢迎大家参加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 网上学习平台 网子是learn.equiptoserve.org 你就可以知道更多的详情 课程的全部收益 将会是支持圣经探索博物馆的事工 虽然你的参与 对我们的事工是很大的鼓励 在这里也很想和大家介绍 以斯拉的圣地考察百般体验团 今年 蔡牧师总共会带十一团 每团为期两星期 有圣地考察团 带大家去到以色列 埃及和约旦 也有伊朗团 埃及、黎巴嫩团等等 都是去到一些圣经的地方 带领我们去学习圣经背景 也有两团伸约的使徒脚钟 带领大家去到希腊和土耳其 也有机会去到拔摩海岛 你说如果亲身去到使徒约翰 写启示录的地方 来听塞牧师在那里 和我们讲解启示录 真是带来另一番感动 十一团的行情 日期、细节 如何报名等等 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 找到答案 www.equiptoserve.org slash tour 如果你还没有机会来参观 我们的圣经探索博物馆 今天就预约一个时间 来到我们那里参观 我们两个月前开幕 已经有很多的教会、目者、神学院、学生等等 来到我们那里参观 一起学习圣经背景 我们欢迎 无论是广东话、国语或英文的团体 来到参观 如果是15人以上的团体 我们可以安排导师 现场的讲解 如果15人以下的小组 我们同样欢迎 大家可以使用我们一个自助导览的系统 拿着你的手机和耳机 一路听、一路参观博物馆的展品 如果你说我都不是住在温哥 那怎么来参观呢? 我们最近在制作一个网上的导览视频 很快就会推出 到时就会邀请全球的教会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到来我们那里报名 参观 藉着网上的视频 来一起学习圣经背景 千万不要错过 最后邀请你去订阅以斯拉的YouTube频道 敲响个钟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个星期发放的短片 包括有教导圣经背景的短片 护教学的短片等等 希望很快就在网上见到大家 愿神慈福各位 喝酒 喝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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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